注意呢 油脂类的控制 即食动物性脂肪 以减少呢 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烹调的时候呢 最好呢 油呢 以植物油为主 比如说豆油啊 花生油啊 玉米油啊 并且要减少油炸 油煎 油酥的食物 以及动物的皮呀 肥肉的摄入 适量的可以控制呢 坚果食物的摄入 因为它含的饱和酸呢 高 不易呢 控制血糖 但是少食呢 胆固醇含量高的动物内脏 这样来讲呢 也限制胆固醇的摄入 妊娠期糖尿病呢 饮食原则来讲呢 刚才咱们总结一下来讲 就说 孕妇呢 应该食呢 血糖指数低 高纤维含量高 易消化的食物 可以多吃蔬菜 特别是果蔬类的东西可以多吃 像黄瓜啊 西红柿啊 水果呢 可以吃一些低糖的 包括像柚子呀 猕猴桃啊 草莓呀 像香蕉这类的呢 尽量减少食用 蛋白质呢 要选择呢 优质蛋白为主 像瘦肉 也就是说优质蛋白是什么 咱肌膀以动物蛋白为主 奶瘦肉鱼 主食呢 刚才也讲到了 最好呢 以粗粮为主 但是粗细搭配 这个呢 主食来讲呢 粗粮的摄入来讲呢 我还建议来讲 根据就是孕妇的口味来说 如果他特别拒绝出粮的话 咱们也可以吃成细粮 但一定要注意总量的控制 吃饭的时候呢 就说饮食要九分饱 不要暴饮暴食 最好定时定量 能分餐的尽量分餐 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葡萄糖的吸收 也一方面有利于胰岛素的释放 冲儿